一個一個包裹放在送件欄裡 郵務人員一早就忙著 把禮盒包裹放進車內 車內堆得像做小生 這還不是一整天要送的量 中秋節前一個星期 郵務人員每天每人平均要送 200件包裹 送到郵件處理中心 有人負責分裝 禮盒類的一整箱柚子最多 有的公司廠商一次就要送好多箱 得要郵局加派大車子送達 每天的運送的量冷 大概就是落在1萬3到1萬4之間 所以大概會成長到7到8成 每天的運量不一樣 只有怕禮盒來不及 在中秋節前送達郵局人員加派人手 人員這幾天加班2到3小時處理貨件 郵局建議如果還來不及寄件 最好改季快捷 其他貨運公司則是清晨就開始禮貨 以今天季隔天送達為目標 只要整理好的禮盒就會立刻出貨 不過貨運公司還是建議 雖然6日會送貨 如果這星期前還不把禮盒祭出 要準時送達的機率會越來越小 今年貨運公司跟郵局都發現 柚子禮盒很多人愛送 高檔水果行出貨最多 則是社香葡萄 21箱整箱葡萄 有人前後買了五六萬元的頂級水果送禮 中秋檔期一天可以出貨 六至七百件禮盒 主要以日本的哈密瓜跟社香葡萄為主 如果算建數的話大概都六七百左右 醫生或者是銀行金融業的都有 中秋節大家愛送水果只是都有效期 郵局貨運公司送貨人員趕著傳送新意忙翻天 預估這兩天的貨運量將是最高峰 東森新聞王子民楊瑞敏的捐載高手報導